警報聲響起 軍艦上的士兵衝向戰鬥崗位全面戒備 這是中共解放軍為抗議裴洛西訪台 在台海周圍大舉軍演的畫面 美國白宮隨即在美東時間四日聲明 譴責北京 以抗議裴洛西訪台為藉口 在台海周邊增加挑釁意味濃厚的軍事活動 實際上是在試圖改變台海現狀 美國白宮強調 美國與全世界都無法接受 除了口頭警告外 華府也以具體行動表明對台灣的支持 以及捍衛自由開放印太區域的決心 但是為了避免兩岸 甚至是全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 又更進一步升溫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下令推遲 原先計畫在八月中進行的空軍義勇兵 三型洲際飛彈例行試射 雖然美方並未公布確切的飛彈試射時間 但一名美國官員表示可能會延後十天 隨後美國國會也跟進白宮大力譴責解放軍的台海軍演 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梅南德茨 與共和黨首席議員李契 發布聯合聲明批評北京的實彈射擊 根本等同封鎖台灣 不但危險還具有挑釁意味 他們將軍演比喻為一樁中國霸凌脅台灣的事件 以嚴重破壞兩岸的和平穩定 兩位參議員最後也強調 這一次的軍演絕對不會削弱 美國和台灣人民站在一起的決心 環宇新聞謝忠岳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轉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先進ommen 有 wydaje 有 専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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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